東西有沒有 有 還是有沒有 有 絕對不聊 絕對不聊 不專業的部分都不聊 比如說股票我都不去 比如說有一次哇哇哇 就是已經敲好通告了 然後到隔天的中午前 錄影前一個小時 他打來他說 不好意思 安逸姐我們要換題目 你可不可以講股票 我就沒有去 後來我就跟他說沒關係 你再找別人 除非你真的找不到 我再去救急 否則你就會先發別人 其實我最求的經驗是什麼 因為我聽不懂台語 你知道嗎 最好笑的一次就是 錄影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主持人 都是那個台語掛的 他從頭到尾都講台語 我一句都聽不懂 然後我坐在旁邊 然後他就突然轉頭過來問我 然後也是用台語問 我根本不知道他問我 你知道嗎 因為我聽不懂台語 對 後來 但是呢 你看他的眼神 大家知道他問了一個什麼問題 是完全的問題 完全的問題 超越了一個語言的界線 然後我真的就灑住了 因為就像你們講 就是在現場就傻眼你知道嗎 然後我 我就 我那一次沒有回答 我就笑了一下 所以主持人當時有沒有發現 你是聽不懂 他沒有發現 他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沒有接話 就笑了一下這樣子 但主持人反應很快 他就立刻就轉走問別人 後來下台之後 我就跟製作單位講 請麻煩叮叮主持人 下次問我問題的時候 改用國語 因為我聽不懂 對 所以後來就 真的那時候很好笑 上好幾次節目 他們主持人沒有發現 然後他整場都講台語的時候 我就坐在旁邊 撒下 就沒辦法聊了對不對 對… 不過接下來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滿厲害的 是的 因為剛剛都接受了一個 短期的名嘴訓練 所以我們大學生 什麼時候 起將就剛剛啊 馬上我們就要來模擬一下 我們《談話性》的節目了 這個節目叫做 《2300大學亂講》 今天我們現場請到了 三位非常知名的電視名嘴 節目製作單位 也把現場 佈置成談話性節目的場景 讓大學生們 可以跟名嘴們 進行討論以及辯論 現場總共準備了五個題目 由主持人抽出三題 來考驗來賓與大學生 是否可以隨Cue隨答 被Cue者 若超過五秒鐘沒回答出來 就算失敗了 讓我們趕快來看看 《2300大學亂講》吧 《2300大學亂講》 今天我們準備了五個不同的題目 很難喔 但是我想這個名嘴 已經嚴正以待 他們是沒有問題的 是 另外一邊要PK的就是大學生 所以要看這個抽出來的題目 以及這個是哪一位同學要來PK 現在馬上把節目的現場 交給兩位主持人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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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試啦 神 儀式 martial法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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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說一句吧 會 你不是 你先吹一跳 是的 對不起 在這邊我們日本食品 孔昭福壽污染 會影響你買日本食物的意願嗎 我們有請到我們的廚師馬太 還有我們哈日代表冰淇淋 來 請主持人 手不成績的 好 加油啦 是的 兩位請坐啦 是 首先關於到這個問題 我們先有請到 我們首先訂閱我們的名嘴在這邊 是我們哲星哥 哲星哥 請問關於這樣子的題目 你覺得如何呢 這個東西 日本如果食物受到輻射影響的話 我想是這樣子 因為目前來講的話 輻射影響的地方是輔導工程跟岩手 山形跟秋田也有一部分 所以關於地岩手線的話 黃金獵犬有沒有 沒有 西千早市 那個輔尻港 然後一直到八戶港這邊 包括了台灣最常用的就是乾包 鮑魚的話包括了像和麻包 極品包這種東西 你也是 你的大字報在哪裡啊 沒有 沒有小超耶 你怎麼知道鮑魚的種類 台灣人喜歡吃日本的牛肉 日本牛肉包 錢則牛 米則牛 鮮台牛 目前來講是不能使用的 所以這是我目前的話就是說 到今年為止 大概在九月之前 日本這些東西都應該要接受檢測 其他的地方 像四國跟九州地方的農產品 台灣還是可以安心享用 納豆 你看到沒有 你都只會被撲位而已 對 我這個真的太厲害了嘛 對啊 什麼豬五花後景 太厲害了 責心各看法就這樣擔心 那我們就下一組了 沒有啦 還有啦 還聽獎王 還有話可以講嗎 哈利代表 你覺得是誰 首先我覺得就是 你看這些專家講得那麼專業 沒有錯是不是 可是我們一般的民眾 你們也懂嗎 完全聽不懂對不對 所以我就是要 就我們家庭主婦的概念來講 家庭主婦 沒有比家庭主婦 平常我們去日本超市 買這些生鮮食品 或是日本進口的雜糧 餅乾 糖果什麼等等的豬匙之類的 是不是都很貴 是不是都買不起 但是你又很想吃 買回去給你的小朋友吃 你的女兒 兒子 他們吵著要吃樂天的小熊餅乾 但是太貴你買不起對不對 但現在發生了輻射不是嗎 是不是這些很好 因為現在日本的進口食品 馬上會打折 出清 甚至做一些特惠的組合專案 對不對 各位不要聽他的 他用的是輻射粉底 他已經種的 進入他的老細胞 輻射粉 首先並不是每樣食物 都會沾染上膚色 你比膚色還毒耶 首先請聽我說好嗎 我想觀眾一定要聽到我的心 對 沒有錯 就是你們趁這個時候 買這些食品回來 是不是又便宜 撿到便宜 然後吃的也安心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的政府也有做把關 就算有膚色殘留好了 不是每樣東西都會有膚色的 對不對 還有如果你那麼怕膚色 你就不要用微波爐 我們每天用微波爐 微波爐圍出來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膚色 可是我們不會因為吃這些 小東西就有膚色的結果 結果就是這樣 我們民眾反應 你家的小孩想要變成這樣嗎 這是在微波爐裡面嗎 想要這樣嗎 想要這樣嗎 首先我覺得大家要反應過度 反應過度 對 我們讓廚師代表講一下 對 廚師代表… 因為我覺得日本這膚色 因為像很多人會擔心 魚貨不能吃 像魚類的不能吃 其實因為像台灣跟日本都是黑潮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 海水好像是共通的 其實海水是沒有共通的 因為我們黑潮 是嗎 對 因為福島那邊 你不是廚師嗎 你 因為我喜歡吃日本料理 所以我會去研究這個 然後像那個 魚貴代表 對 因為像那個 他說什麼水會有輻射汙染 像黑潮從日本這樣一路到美溪 然後再到赤道 再赤道繞回來台灣的話 也要一年 那些早就被吸收完 所以其實魚類不用太大小 因為我們輻射 原子的委員會他們都有檢測 都是不要超過那個含量的話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買 好 首先我們針對 剛剛這邊家長代表他們 不是 他們兩位講的時候 真的要打那個以上言論 不代表任何理想 對 我們這是一個模擬 太恐怖了 真的 對 模擬卡 這個我們想請問 同樣身為家長的安怡姐 你認為剛剛這位漁夫她的發言 你覺得 是 是漁夫啊 不是漁夫啊 我們現在是要評兩位是不是 對 因為他... 你先針對他好了 因為他剛剛說 可以打折趁機 然後大買一下 其實我覺得這個講法 要是我就不接受 因為要是我就不敢買 對啊 像現在 那個輻射這麼... 鬧得這麼兇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就家庭主婦的立場來講 就會害怕 因為如果你不是很理解 說他到底有哪些東西經過檢測 哪些東西沒有經過檢測器 就會害怕 請那個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注意一下 這邊講的不用太在意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兩位 好恐怖喔 謝謝